預計美國特朗普政府將會在星期二開始新禁令 阻止美國南部邊境的大多數尋求庇護者 除非最後一刻出現法律挑戰 政府的行動將會很大程度上影響穿越墨西哥的中美週日 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宣布新禁令將會禁止 在抵達美國之前通過陸路前往另一個有庇護國的國家申請庇護 墨西哥拒絕了特朗普政府尋求新的庇護撐制 墨西哥外交部長埃布拉德表示 他們的國家已經明確表示未經國會明確授權 他們不會進行任何安全的第三國談判 無論是雙邊談判還是多邊談判 埃布拉德說墨西哥不會成為美國拒絕的尋求庇護者傾倒場 他還補充說他的國家同時也會尊重不將難民送回危險地帶的義務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注意到 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外國人數量急劇增加 並補充說這些人當中只有少數人有資格獲得庇護 該規則有望引發迅速的法律挑戰 中文字幕提供